請你幫我接浪步 只是扭到腳 小心害你全身痛 我們很多拇指外翻的人 一開始是 拇指這個地方有問題 後來他的小指就長繭了 他的 膝蓋就開始不舒服了 然後慢慢延伸到 髖關節 腰椎 一直延續 那甚至到頸椎 肩膀這邊 其實腳的問題 我自己 大概五 六月的時候 我第一扭到腳 隔天我的那個 就馬上反應就開始痛 扭到腳 腻肋關節 對 雖然我們節目常常在告訴大家 健康的重要性 但是有一個地方 或是稱之為部位 它不健康的話 那你可能此生 也就很吃力了 就是腳 腳 雙腳 你想想看 你其他部位在健康 你沒有辦法移動 對 你的腳沒辦法走路 對 那怎麼辦 對啊 這個肌肉也萎縮了 對不對 心肺功能也變差了 也不行了 對 就出很多問題了 但是如果腳會出問題 會不會是一些壞習慣導致的 我們先幫大家整理了一下 好 好 壞習慣讓愛腳出問題嗎 這些習慣包括了 你不愛穿漏腳趾的鞋 還有第二個習慣 穿鞋的時候都不穿襪子 都沒穿襪子 誰 誰 那也別換好了嗎 全場 為什麼要 還有習慣三 洗完澡不會擦乾腳 這三個習慣要小心什麼 這個是香港腳 香港腳 一得到香港腳那真的是 受不了 有點尷尬耶 因為以前我們在當兵的時候 有可能就香港腳嘛 對 來 陳薇 來 香港腳有什麼腳 沒有 我在觀察妳 我在觀察妳的鞋子 照不穿襪子 妳這個特別特別容易 我覺得她就是因為穿香港腳 所以才穿這一種整個包袱 要不要穿涼鞋子 整個脫皮了 我也覺得我自己不容易 能上節目來自己 好好看看人潭自己的故事 就有一陣子 我真的是覺得晚上睡覺 我的足部會感覺到 真的滿癢的 大概過了兩三天 到了白天的時候 她也漸漸讓我覺得 開始真的是有點就是 白天想要把腳脫下來 鞋子脫下來 看她到底發生什麼事 結果一打開 一發現 怎麼裡面有那類似 小水泡的東西 後來我就去看了皮膚科 皮膚科就說 妳這就是香港腳 我說什麼 她怎麼說我也算是個正妹 怎麼可以得香港腳 那時候好想要把 而且 不要這樣 妳不要這樣 醫生的那個嘴巴嗚起來 就是什麼 我無法想要看一下在哪 沒有 後來她就說 OK 我就真的是得香港腳 天啊 真的很尷尬 真的很尷尬 然後因為那一陣子剛好工作 又必須要穿涼鞋 就是穿這個就算了 大家看不到 回去趕快脫就好 然後可是真的香港腳 到後期就會開始脫皮 就如果有人注意到妳的腳趾頭 妳真的很羞耶 就是覺得 喔 好尷尬 要抓也不是 對啊 然後所以那時候 我的解決方法就是 我上半身穿小一點 就是轉移注意力 尤其女生得到真的很尷尬 然後可是男生 不是 就有朋友會看到 然後就是 可能有些人知道 那大概是什麼事 然後結果經過就說 欸 憑癢 然後我就這樣 會這樣 捏了她的嘴 這都是被別人傳染的嗎 蛤 常常講會不會傳染 會傳染 家不然就是沒有人承認 因為那陣子是沒有 只有我 反而我有跟家人說 那陣子我用過的 要分開 東西 都分開 對 好 來 那這個排名 第二應該就是施眉啦 沒有漏腳趾頭嘛 然後好像不是那麼說的 來 不是 你看你們男生當兵是不是 非常容易 那我們女生也有這樣的事情 也有當國兵喔 欸 好好說 不是 陸戰隊的 是 求學的時候 你想那時候學生 那時候我們高中生 一定規定要穿包腳趾的啊 然後我們學校就在山邊 又很潮濕 然後搭的衣服 宿舍 襪子什麼 我覺得根本常常沒有乾 就直接就穿了啊 然後就是 你知道就是放任他 然後上課 就在那邊 就很癢啊 香港腳趾真的很惱人 我好像是高中那時候 真的嗎 對 就是學生的時候啊 那上課一整天 整個這樣看著 這個畫面也很特別喔 我現在上面上課一轉頭 大家上班身是很陣地 底下都在動 對 這個畫面喔 不過呢 為什麼這三個壞習慣 它會導致香港腳 我們印象當中 應該是傳染 大家誰摸到什麼 是不是 奇怪 來 對啊 你今天如果說 去哥在外國 你講香港腳 香港腳 這樣子大家應該也聽不懂 因為香港腳其實不是香港人得的 我們叫做運動員之腳 英文啦 我們講香港腹 就英文叫運動員之腳 就因為你都一直包著 它才會得 所以它就是跟失眉腳一樣 就是黴菌 然後黴菌就是那個菌絲 很麻煩 就是那種黴菌它其實可以在 你就是在鼻腔附近 然後地上 身體上 它可以活八個月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 你說潛伏期就八個月 它就是活八個月 黴菌可以活八個月 所以你八個月前一個人踩過去 如果剛好你抵抗力不好 就剛好梅雨季節很濕的時候 就中了 因為抵抗力很差就中了 所以它很容易很難 對 另外就是它的外觀就變成 你說剛才那個 陳薇說它會脫穴或水泡 這還不算什麼 它會紅腫或流湯 因為它就是變成 會脫穴完脫皮就抓 抓完就很爽 爽了以後就開始流湯流濃 就變反復發作不會好 那你有沒有剛才說到說 它會轉移 對它真的是 香港腳是黴菌會移民的 那它轉到哪裡 轉到哪裡呢 它轉到指甲 所以很多女生會得了什麼 龜指甲 龜指甲之後你就開始發現 那個女生她一直用 指甲油很厚去擦 就被凹凸不平之後 它就開始脫落 脫落之後腳指甲 整個都是不規則了 然後再來轉移到哪裡 就有一些男生開始長 有沒有 骨癩就是在骨溝附近 然後大腿根部 就開始長骨癩了 所以你們有聽過 有一個廣告 跨下癢跟什麼癢 跨下癢都用那個藥 對 看一下 對 是同一個菌 是 就骨癢的黴菌 甚至有些人 雖然現在的 據說 據研究發現 會發現它的抑菌效果 可以把我們的襪子 跟老婆的內褲 一起洗 而不會得到一些陰道炎 可是我們還是有病人 在他抵抗力不好的時候 老公如果香港腳 他的襪子跟我們的內褲 一起洗的話 他還是會得到一些陰道感染 黴菌發炎的 那我們有病人也去開刀 他就是鼻過敏 你也知道鼻過敏開刀 吸益很方便 然後別人開刀 30分鐘就出院了 然後那個醫生就很氣 你知道為什麼開4個小時 他的鼻腔裡面 鼻痘全部都是黴菌 就是他的鼻痘 開了4個小時 鼻痘炎才好 所以他其實他是會移 移民到你的鼻生 這鼻子都會有 那有沒有試過或聽過 譬如說你有什麼方法 來治療你的香港腳的 有啦 我本人就是之前 有聽過說什麼 可以泡醋 所以就是水裡面加醋 然後泡一泡 你那個醋一端出來 全家的味道都 對啦 但是家人也能體諒嘛 然後可是那個 因為感覺醋 就是不知道什麼 泡醋就對了 就感覺什麼酸鹼 CP之類之類 就覺得它就是有用 然後那時候泡的時候 當下真的覺得沒有那麼癢 就是有止癢的感覺 可是大概隔兩三個小時之後 就覺得好像變得更紅腫 就是傷口是又更腫 所以後來我就不敢泡了 那我有聽過泡茶葉水 可是茶葉水那時候 我對我來說也沒有太大的功效 對 那沒爸爸是有 我爸爸以前有 然後通常 我爸爸跟我哥以前都有 因為他們當過兵嘛 然後我就看我爸爸 為什麼每次就是要出門的時候 要穿襪子之前 就拿一罐東西 然後在裡面倒 然後倒完 然後鞋子它也會去撒 那一罐是中藥的爽生粉 然後是有帶薄荷味 所以是涼涼的 然後那時候我才知道說 因為好像是 我後來才知道說 那個爽生粉是石灰嘛 石灰可能像老師講的 那個流濃啊 流什麼 它可能要抑制讓它不要 讓它可以吸 在鞋子裡面可以吸那個水 然後那個 有加薄荷是因為它涼 它的腳比較不會癢 可是我不知道那有沒有效 只是我從小就看到 我爸要出門 就會倒那些東西 了解 師妹呢 我有聽過 就是人家不是說 比如說去泡海水 就是好像可以 鹹鹹的可以下去 那很吸吧 沒有 是走沙灘吧 對 這是兩步驟 然後還有 然後一定要踩到那個 熱熱的那個沙灘 然後聽說可以這樣子 殺菌 整個殺死的 而且又止癢 然後後來就又延伸 他說我們哪有可能 隨時就到沙灘去走啊 就走柏油路 真的假的 大太陽走 對啊 就一樣的邏輯 請問柏油你擠縫怎麼辦 整個沒辦法 那沙灘可以整個陷進去 然後滿溫的 但我自己那時候是我媽媽 她就聽朋友 因為你知道我們 只能回家跟媽媽講說 這個真的太痛苦了 然後我媽就去問她朋友 她朋友開西藥房的 就說有一款藥 然後是吃的 因為我們電視上面看 都是泡的啊什麼的 她說那是吃的 然後我媽說那好 那就買這個吃的 然後好像我記得 那時候好像還一個療程 好像要吃一個禮拜 還是怎麼樣 但真的耶 就這樣就好了耶 真的 就真的完全好了 可是後來聽說 我媽說 我好像拿了毒品給你吃 因為聽說那個藥後來是禁藥 就是好像不能在市面上販售 還是什麼 對啊 那還好 所以大家還是不知道什麼成分 不知道啊 好的香港腳 我不曉得其他部位有沒有怎麼樣 只是人家吃了那個 還是腦子就 好 所以周醫師 我們剛剛分享幾個招數 比如說泡醋 茶葉 或者是說踩沙灘之類的 到底有沒有用 因為梅菌它真的 香港腳反覆發作率很高 所以每個人都會發明出 自己的偏方 和自己很有效的方法 所以當然我也能接受了 但是我會發現第一件事就是叫 潮濕式細菌的溫床 所以你用濕的絕對錯 比方說你用上茶葉水有沒有 還有剛剛就是茶葉水去泡 還有醋 但是它勉強都會有止癢的效果 就是止癢控制 讓這個病人很舒服 很舒服的可以止癢效果 可是問題就是 如果像你剛才說的傷口 事實上很多病人 是這樣子得到蜂窩性組織炎的 那尤其是糖尿病患者的話 甚至會有節肢的風險 因為這東西就比較不好了 可是像MAY是 MAY的方法是 我是覺得是最好 不是因為中藥的關係 可是它中間有一個問題是 誰再給你加石灰 我們叫做滑石 對 滑石跟水差很多 這關係到中醫的融入 對 滑石 石灰是我們在下那個 是建材吧 是在端午節要撒在那個房子旁邊 去防石 他有講啊 就順便去 滑石粉是一種是可以吸濕的 所以我們在會腳汗的時候 我可以撒在襪子裡和鞋子裡面 去讓我整天維持 我的腳的舒爽去吸汗 甚至我們可以每天換不同的鞋子穿 去預防的黴菌的滋生 這是比較好的 像施眉說的踩沙子是對的 可是你要知道 你傷口上撒鹽再進海水 那多痛啊 所以有傷口就不要去 可是如果說你在沒有傷口的時候 是非常癢的時候 你去踩在沙 讓沙在指縫間去做一個抗菌和抗霉和乾燥 讓黴菌不要那麼快滋生的話 它慢慢的 你抵抗力好了 它慢慢的 黴菌的一個指數下降 它也會慢慢的一個治療 但是黴菌沒有辦法更新 那也不可能每天採沙灘 是的 那採貓沙可不可以 乾淨的貓沙 那你就先把它拿到烤箱先烤熱 乾淨的貓沙 貓沙太粗了 我們要 就是它的氣脂縫 對 貓沙太粗了 那吃藥呢 吃藥是渴 目前來說有口服的 就是吸藥口服的 它只要是 如果你的肝指數是OK的 你兩週到兩個月 每次測一次肝指數 它是比較傷肝 可是它具有 對心症的一個灰指甲 或是黴菌感的香港腳 是有口服效果的 那你們像中藥在治香港腳 都是用吃的 還是像市面上抹香港腳要高 我們還是以外敷和外用比較好 因為就如同我說的 其實它對於肝功能的一個 因為台灣人比較多 有肝膀的問題 所以對肝功能有問題 吸醫的病人的話 我們會建議用兩種 第一種就是你說 聞起來 爸爸身上都有的是中藥味的 叫冰片 我覺得好像胃傘的味道 對 胃傘 龍腳傘 對 龍腳傘 那時候我爸爸身上 就是這個味道 對 還滿清爽的味道 對 就是冰片 怎麼會這樣呢 然後來介紹一個 我親自熬做 沒有啦 聞看這臭雞蛋的水味 回到我的母校了 陽明山上 很有主題 對 這有用 我們把硫磺水跟冰片 去做混合去做浸泡 我們先把香港腳的 患者的腳先浸泡之後 讓腳層軟化了 然後乾了以後 再去擦那個藥膏下去 會更有達到治療效果 因為現在問題不是在 它癢不癢 是外觀好不好 我相信女生都會 想外觀不好看的話 你要真的能徹底 讓外觀治療好 讓腳層長回來的話 我覺得這兩個雙管齊下 是比較好的方法 相輔相成的 對 是的 那光醫師有什麼樣的建議嗎 怎麼樣預防香港腳 如果說預防的話 表示你還沒有得 那還沒有得 什麼樣的人算高危險群呢 就是很容易出腳 和腳是濕的 那我們通常很常看到 就是家長如果去安親班接小孩 要拖鞋 或者是去某些地方要拖鞋 走進去你會看到你穿著襪子 可是腳印就這樣走過去了 你會看到濕濕的腳印 如果有這樣子的狀況 其實已經代表 你的腳汗是很旺盛的 那如果這種很旺盛的人 你的襪子就要經常的替換 比方說中午就換另外一雙 然後下午再換另外一雙 如果說你今天已經是 有一些些這種徵兆的人 你在中間流的除了汗之外 可能就是基本上 還有一些黴菌滋身的溫床 所以這些地方如果你用棉質 就是襪子 五指襪把它分開 也是一個方法 就是盡量保持乾燥了 對不對 我的法門 緊接著我們再來看一下 有什麼壞習慣 這些壞習慣包括走路的時候 重心都是在腳尖 另外步伐很喜歡 就是很重的大力踩在地上 然後平常喜歡在網購買鞋穿 這樣也不可以 不行 現在趨勢不就這樣嗎 要不然重心要在哪裡 對啊 但真的很難 看一下為什麼這三個壞習慣 導致什麼呢 要來看看小心的就是 拇指外翻 為什麼 拇指外翻 來 我們要來印證一下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對不對 沒 因為像我那時候當櫃姐 你知道當櫃姐 就是要漂漂亮亮的 化妝品裝櫃姐 就是要漂漂亮亮 所以我那時候選擇的高跟鞋 就是要細跟 你這樣才能蹭脫出 就是屁股要很翹 對 才有氣勢 對 然後你知道 加上剛才文化姐氣勢 走路一定要用力啊 嗯 你第一個 你穿很高的鞋子 小開看到你來了 通常穿那麼高的鞋子 氣勢 麻煩 示範一下 其實你知道那麼高 你的重心其實就在前面 好 一號金走過去走回來 那你的氣勢你要買化妝品 小開就在那了 對 你的氣勢就是要很好 就是說 不好意思 請問你要買什麼化妝品 然後再拿到 也是要這樣子啊 你剛剛好像不太穩喔 你也知道我離開 你也知道我離開櫃姐的身感 已經有點久了 剛才有點差 有點就要PJ 所以那時候我的重心 也是在前面 然後走路的步伐 也就是要很重 所以後來你的腳 就因此有變形了嗎 變形啦 看得出來有一點那個嗎 就斜的啊 它這個地方 拇指外 這個地方的骨頭 我的拇指沒辦法平的 就是整個就是往外 你要仔細看 其實我的那個 就是我的鞋子變 我的腳變成鞋子 那三角形的那個 對 所以我的拇指 就是這樣斜下去 而且我才 我那時候才穿半年喔 就這樣 這個應該是有一點外翻 有變形的對不對 對 這樣已經其實是算拇指外翻 拇指外翻檢測方式 自己居家檢測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像這樣 腳並樓 然後放地上 然後在不受力的狀態 看我們指尖 對 指尖跟指尖之間 有沒有一個V型 那一般正常來講 它不會有這個V型 或者它只會有些微 我都以為這是正常的 可以看 讓我看一下正常 我覺得不正常的 施眉這個OK 剝肉啊 對 它好像有 不會 不會 你這個來 你把它這樣子 搬起來給大家看 可是這樣好像也有 一點點而已啊 對 一點點 但我們這個是合理的 這是合理的 這合理 這我說的 謝謝 我們基本上40度之內都算正常 那後來有比較嚴格一點標準 妳也有好不好 妳要有香港腳 哪有 我好了 妳這樣有嗎 後面腳要併攏 妳後面腳要併攏 妳不要故意 妳也有 我居然有 沒有 可是 沒有 可是 她這個角度應該算30度以內 大約 可是因為她在前面的指節 她是有一個彎度 對 她的指節 妳說這裡對不對 妳不要碰 她有香港腳 沒有 我很小心 對 我回去碰 雅蘭姐怎麼辦 對 我先碰我 她是指甲油還是灰塵 土指外翻 大家不要排斥她 她那個 她其實滿慘 她不僅有香港腳 又有一點 不要再給她一箱了 她又有扁平竹 然後她腳 沒有 妳要不要 我現在很強平竹 她腳已經過散了 不要講太多 我從小都不知道 恭喜 恭喜 雪姆族 不用當兵 真的 真的當兵 妳好 來 雪姆族是什麼 她那個指頭彎起來 叫做全屏母趾 好 對 就是彎起來 就是會讓她 就變成說 她的腳指頭是會抓的 對 那這個的話 通常我們是在比較 嚴重的母趾外翻的族群裡面 才會看到這個狀態 了解 所以這些都是真狀 妳知道嗎 那為什麼這三個壞習慣 會導致母趾外翻 我們其實在走路的時候 最好的狀態 就是我們在走路的時候 它是有一定的順序的 它前面這個地方 大家如果看得到 粉紅色這隻腳 就是我們走路的時候 腳跟先落地 然後之後我們的腳 是平的在地上 然後到前面去推進 那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每一次的 往下再前進 往下再前進 都是腳的一個負擔 那這個壓力如果說 我們是在一般走路的狀態的話 大概就是體重的一倍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跑步 或者是你今天是 其他的一些活動跳躍 可能就到五倍這麼多 好 那如果你的習慣 是放在你的腳尖 是不是所有的壓力 全部都衝擊在你的腳尖 所以這個時候 它就會出現一個狀況 如果你一直衝擊 這邊就是我們 最常會失力的地方 然後它就會跑到裡面去了 好 就出現拇指外翻 所以你如果一直往前衝 好 一直往前衝一個是 失力在腳尖 另外一個就是很用力 很用力它一樣 就是壓力的問題 然後再來的話 想說如果網購鞋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通常我們會將就鞋子 太大 太小 太緊 就覺得它好看 然後價錢也不高 穿幾次應該沒有什麼關係 然後之後 但是日系月累 對 因為你每一雙鞋子 都不太正確 太大 太小其實都會 太小可以理解 因為很多的壓迫 太大會發生什麼事 尤其是如果你的鞋跟是高的話 它往前衝會衝更遠 所以才會覺得說 好像拇指外翻 只有穿高跟鞋的人才會 對 其實它那個是家具 因為我們通常拇指外翻 已經翻出去就翻不回來了 對 所以它是家具 它嚴重的程度 那有一些人 譬如說小朋友就拇指外翻 那個是遺傳 對 再加碼 不是 而且你知道 你現在是不怕說 穿這樣子的高跟鞋 是只要好看就好對不對 再加碼一下 從拇指外翻 一直到延伸出來的 健康的影響程度 還有哪些 平均一天 一個人就是正常的做起 大概是八千步 就是會有這麼多的步伐 那你這麼多的步伐 每一個踏出去 都會產生一個壓力 身體它會去做一個機制 它就會去抗衡那個 不舒服的那個位置 比方說你壓力 開始有些轉換 所以這就為什麼 很多拇指外翻的人 一開始是拇指這個地方有問題 後來它的小指就長繭了 然後後來之後 它的指頭就抓了 然後再來它的膝蓋 就開始不舒服了 然後慢慢延伸到髋關節腰椎 一直延續 甚至到頸椎肩膀這邊 都有可能影響 那有人會因為這樣 連頭痛都會出現嗎 會啊 其實腳的問題 我自己大概五六月的時候 我自己扭到腳 就是在步道上扭到腳 一扭到之後我的隔天 我的那個膝蓋關節 就馬上反應就開始痛 扭到腳膝蓋關節 對 很遠 然後 對 然後因為我膝蓋關節本來就差 但是我那時候扭到腳 然後我一開始還沒有想到這個連結 然後後來是 就是有同一也就是提醒我 然後我就自己去按我的腳的 那個位置 超酸 按完之後 對 它是實際上它真的就是 我們會叫它就是身體的筋膜 還有身體的工學上面的一個連結 所以實際上你腳的問題 有的時候它你看到它反應在腳 可是其實它反應到你身體 其他的部位 真的耶 其實很簡單的講 你說為什麼腳底按摩 按摩是不是說 你的腳底的穴道神經連結 倒是五臟六腑全身性的 按的時候 你有盛虧耶 有沒有 我們最怕聽到這個 所以你說 如果萬一真的不得不腳趾外翻 我們總是要想辦法解決 妹 你有用過什麼方法 我那時候是請朋友從日本 去買一個透明套腳趾頭的 它就是你套的時候然後走路 然後你才可以就是矯正 有矯正的 然後還有睡覺的 就是要兩隻腳也要套住的 它有兩種 只套大拇指啊 只套大拇指 然後讓它就是套這兩個 然後讓它慢慢的就是回到直的 不要是V的就對了 就是讓它大拇指跟食指分開的那個 對不對 對 就是它本來的狀態是 因為拇指外翻的關係 所以大拇指跟食指會很貼近 對 它會有個角度 它有兩種 一種是出門要穿的時候 把拇指跟食指分開 它有一個固定放一個東西 然後睡覺的時候 就是你要在家沒有 你沒有要幹嘛 你沒有要走路的時候 它就是有一個是拇指跟拇指套在一起 然後讓它 讓它就是該 拋在一起 拉去 所以你兩種都買了 那你幹嘛去日本買啊 你用線把它或是膠帶 把兩個拇指纏在一起 我怕那個拇指黑掉 到時候就結支了好不好 因為那個要有 那個要有緊度的 你給我來有用嗎 我覺得沒有用啊 因為其實 它到現在那個膠質還是 因為那個是你要真的很長期 你真的不能去動它 或者是你要 其實那個是不舒服 加上你根本沒有那個時間 來 黃豆媽 對 以前其實我也是有拇指外翻 因為喜歡穿高跟鞋 所以我就去整骨 整骨師傅告訴我一個 非常簡單的方法 其實就準備像這樣子 粗一點的橡皮筋 然後你平躺在床上 然後 柏君媽的手借我 那你躺在床上 你腰這邊就墊浴巾或者是枕頭 然後把你的大拇指用這樣子 把它綁緊 對 綁緊 對 其實是一樣的物理治療方式 是一樣的邏輯 綁緊之後你就這樣平 然後順便休息30分鐘 然後你隔天是不是掛幾層 沒有 然後 沒有叫你綁那麼緊 對 不用 然後你30分鐘之後就拿掉 其實你大概三個月會比較好 就是它沒有辦法讓你完全根治 可是會讓你舒服很多 真的 但是我在日本節目上面看 它這個動作 它是瘦身用的 對 對 它其實是調整骨盆用的 對 調整骨盆用的 所以拿來弄腳趾 拇指外翻 所以拇指外翻好了 然後也瘦 一舉兩得 那這到底有效嗎 其實最後那個橡皮筋 它主要是調整骨盆 如果你的骨盆是 它其實對某一些族群特別有用 而且其實它正確的做法是 你身體還要用力 對 它主要是要調整骨盆 然後讓你的肌肉 其實是有一些被訓練到的 然後所以有可能那個比較好 是因為你的拇指外翻的問題 你的骨盆這邊的受力比較平衡了 然後它就有一些些的幫助 對 那如果說像其他那種 像把腳趾頭分開的那種 矯正器 對 那種通常來講 我們看到的效果不是很好 那原因是因為 通常會有這個拇指外翻 最主要原因就是壓力 那如果你在它沒有壓力的時候 比方說睡覺的時候 它本來就沒有壓力 所以你要讓它變好 基本上那個心理作用會比較多 因為實際上 你是在走路出力的時候 要減少那個壓力 好 那走路的時候 帶著那個東西有沒有用 我們在觀察是 原因是因為 它真正的原因沒有被解決 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是你在走路的時候 你在前面的衝擊 還是一直存在 好 那所以實際上 要有那種矯正的效果 我們大概就是市面上 有一些斜電 然後鞋墊這個是 專門是給拇指外翻的鞋墊 你會看到這邊會有一個洞 好 那這邊本來就是大家穿 就是市面上的鞋墊 會有的這個狀況 好 那市面上的鞋墊 就是一般這個是右腳 然後讓足弓這邊頂起來 可是這裡的話 我們就是減少它的壓力 對 缺一腳 減少拇指外翻的壓力 所以你在走路的時候 你每一步踏下去的時候 你這邊的負擔是不是比較少一點 對 就是足弓的地方把它頂起來 往下的時候減少這邊的壓力 所以通常如果實際上 要做到矯正的效果 大概是要這樣子的 這類型的工具 可是還是要強調 拇指外翻 翻過去就翻不回來了 只是避免惡化嗎 只是避免惡化 對 因為它一旦有這樣子 通常我們的骨頭 你要讓它搬來搬去 沒有那麼容易 真的喔 對 就是 那真的如果要跟進去 就只能開刀了是不是 就是看嚴重程度 通常是痛到沒辦法 才會去開刀嗎 對 劇烈疼痛 或者是很嚴重的變形 我們曾經看過那種很嚴重的變形 是指大拇指側邊整個腫起來 然後它的腳趾頭 全部都是黏在一起的 對 然後這樣子的狀態 對 它已經沒有辦法施力了 因為它前面的指頭 都已經是卡在一起了 對 那這樣的狀態 它比方說 光是一個可能30秒的紅綠燈 它來不及走過去 對 所以那樣子的狀態 它根本沒辦法出門 所以就是要調整 包括鞋子 走路姿勢都要 對 我們在選鞋子的時候 基本上有一些 因為高跟鞋並進女生 就是都很需要穿 就是如果說你實際工作 各方面你必須要穿的時候 你至少可以稍微去有幾個點 去注意一下 你去買的時候 你跟的雖然比較高 那你至少讓前面是有一點緩衝的 對 那這個緩衝是避免 你看如果腳全部就是鞋子 全部都是硬的 你在走的時候 你的腳是沒有辦法活動的 對 它只能往前衝 對 然後聲音就會很大 那如果說你稍微有一點緩衝的話 會好一點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旋頭的地方 的材質要夠軟 就是很多旋頭會做到太硬 然後你就是把自己綁住 所以旋頭的地方要夠軟 然後可是後面這個地方要夠硬 這個地方 就是後面讓你的腳在扣環這個地方 它是夠穩的 因為我們在走的時候 如果是高跟鞋 它已經夠細根了 你的腳踝還要去做穩定這件事情 然後你的腳趾就很容易抓 對 它剛剛就走一走就差點 對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你至少後面這邊夠穩 你在走的時候會再扎實一點 好 但是有這個拇指外翻問題 會去看中醫嗎 非常多 真的假的 你們會覺得說 好像是用微創西醫的療法很OK 但是你要知道有些人 他還是沒有辦法去做微創的時候 或是還沒有嚴重到這樣 就像剛黃醫師說 其實微脹建築已經開始產生了 它的五指頭 它其實一直往大拇指變形 全部 筋都鬆了 這個在肌腱和軟組織的老化之下 我們會發現一種就是 抗衰老筋骨茶奉獻給這些人 我們用個骨碎譜 還有絮斷和肉桂下去 因為像骨碎譜和絮斷和肉桂 本身是溫暖 筋絡 還有去放鬆它 讓它在痛的地方止痛 然後在沒有辦法有力的時候 去絮就是斷掉的骨頭接起來 就叫絮斷 對不對 把它接起來 骨頭斷掉就把它接起來 碎掉就浮起來 就是骨碎不然續斷 這是可以去讓大家 筋骨會變比較好的茶 可以泡來喝 好的 來推薦給各位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下一樣子 還有我都已經 有已經衰老的程度了 我看這個你可能也逃不了了吧 突然積極去慢跑或劍走 另外愛減肥 體重常忽上忽下 還有習慣三 只會穿某種特定的鞋款 好權重喔 對啊 大家喜愛的就是特定的感覺 主人風格啊 對 要小心 就是 足底筋膜炎 那個痛感真的舒服 對 對不對 唉唷 看陳薇的表現 好像常常 他就是腳都沒有 他就好像 他就好像腳都沒有 我覺得我上半身問題很多 就是因為以前 當模特兒的時候 我們要常常譬如說秀產品 那一站可能就是 要站一整個下午 有時候秀給VIP看啊 珠寶或是手錶或是服裝 就是你知道 就笑得很開心 可是其實到後來 第四五個小時之後 你踩在高跟鞋 不知道有沒有這種感覺過 就是高跟鞋裡面 你已經覺得你的腳 已經脹到不行 就是是痛的 就是那個腳凹進去那邊 就是已經就是 只要你一步都會覺得 踩下去都會覺得很痛 到了隔天有一次 我起來的時候我嚇到 就是我要一下床這樣 一彈到地的時候 就很像當天穿高跟鞋 碰到的感覺 可是其實已經泡過 可是還是覺得好痛好痛 就是那整天 幾乎是不太能在家裡 正常走路的 就是你要真的要用點的 慢慢走慢慢走 因為太痛了 對 妹有這樣的經驗嗎 有啊 沒有嗎 很不想承認 因為愛減重 然後體重時常忽上忽下 那我體重真的忽上忽下 然後我老公看我胖的時候 就會說 欸走我們去健身 那你在健身場說 下定絕境一定要減肥 我就死命的 矛起來就走矛起來跑 然後好啦 跑完之後對不對 因為久沒運動嘛 然後你忽然一下子 你一直要去跑步 不然就是一直劍走 我隔天起來呢 一樣我下床的時候 我馬上腿軟 因為那個重心 一踩下去痛的時候 我馬上就跪在地上了 然後我老公那時候 就是要早上 他叫我去一起去運動 結果我就是早上站起來 馬上下跪 那沒辦法運動 馬上對啊 他就說 還跟老公跪 老公好想動 對 然後我老公就覺得說 你在裝什麼 我又被罵公主病了 他說你真的是公主病耶 才去運動一天 然後你有痛到可以這樣下跪 你是有多不想要運動 可是我就跟你講說 我的腳底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後腳跟的那個腳底 老公跟爸爸還嚴格 真的 然後就整個痛到 我說可是我腳底真的痛 他說這些都是藉口 你怎麼想運動 我就 肥死你了 好壞喔 來 詩梅 我自己是就 我們生活很簡單 像夏天我就只有一種鞋 就是假腳脫 我就是萬年假腳脫 你是最隨性的了 對 然後工作就是高跟鞋 然後之前 其實我最嚴重 我第一次 我才知道什麼叫 足底筋膜炎的時候 是因為那一陣子 我就下定決心要減肥 然後我就想說好 只要可以走路 我就不騎腳踏車 然後可以騎腳踏車 我就不坐公車 然後可以不坐公車 我就不開車 我就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真的大量的 就是大量的擦我的腳 然後加上 我其實自己平常 也是不愛做的人 因為有時候我們工作 像這種談話的節目 這樣一做就是這麼長時間 其實我就已經很 你知道很屁股黑很癢那種 我平常我除了工作以外 我也是都是跑來跑去 再站 再走 然後我第一次真的就是下床 沒有 第一次好像是 我不知道坐著幹嘛 然後突然站起來 說我腳怎麼了 就是整個像觸電一樣 真的很痛 然後我就想完蛋了 是不是扭到還是什麼 然後先沒理他 然後後來發現 這樣狀況很嚴重 因為早上下床的第一步 真的就生不如死 然後就要先這樣踩半天 然後才能慢慢開始走 但你開始走了之後 他又好了 所以我又沒理他 然後可是就這樣子 反覆我覺得 真的太痛 我才去看醫生 然後我才知道 是足底筋膜炎 哇 真的嚇傻我了 我也想說完了 我是不是這輩子就這樣 就是我腿可能就完了 好 不過黃醫師 這三個習慣 跟足底筋膜炎的連結度是 這三個其實它都有一個 大重點 就是腳的壓力 好 那我們看第一個 第一個是突然間你去 比方說有人突然想要 報名馬拉松 然後他前面就要先練習 那這種我們就會很常看到 他因為太突然 所以他很常會出現 他的腳過度被使用 那這個地方 他就跟我們腳 這個足底筋膜有關係 所以你每一步踏出去的時候 剛剛提到腳跟出去 然後腳尖起來 那如果你這個地方失去彈性的話 比方說高公族或者是扁平族 這個地方就很容易 就是跟骨骼附著的這個點 肌腱這個地方就很容易拉傷 然後造成發炎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是突然間去 很長的活動 然後這個地方有很大量的 一個消耗的話就會發炎 好 然後如果你的體重 其實體重是另外一個很大的點 就剛剛提到不管你是 就是走路也好 跑步也好 它在腳上面的重量是很多的 所以如果你的體重突然變得很重 你的膝蓋負擔很大 你的腳的負擔也很大 所以這個地方他就也容易 就比較容易受傷 然後那特定的鞋款 那個就跟我們的 施力習慣有關係 對 那會看到有一些人 他覺得奇怪 我都穿平底鞋 為什麼很容易足底筋膜炎 那個很常見 那原因是因為我們這邊的保護不夠 我們會看到很多的平底鞋 或者是那種帆穿鞋 就是它的鞋底是很薄的 沒什麼防震力 對 沒有防震的效果 那我們沒踏步就走出去 像有些人他們可能穿 比較薄的運動鞋 也是一樣 他踏出去的時候 這邊都在 他每一次的蹬下去的時候 他這邊都會有很大的力氣 所以久了之後這邊也容易受傷 所以我們就會很常看到 其實足底筋膜炎跟這些習慣 它是很密切的關係 但是如果足底筋膜炎 是藉由那邊發炎還是說 如果再嚴重它會怎麼樣嗎 再嚴重我們看過就是 會變慢性嗎 還是 會 我們足底筋膜炎 基本上它最好的黃金治療期 是前三個月 我在多問多的時候看過一個媽媽 她到後來她是鑄拐杖的 因為她 對 她沒有辦法活動 就是她每一個踏步 她沒有辦法去忍受就是 要踏到她已經可以活動的那個程度 因為太痛了 所以這個的話我們基本上還是建議 大家開始有一點症狀的時候 可能就要開始去做治療 那如果說真的有足底筋膜炎 大家有沒有譬如說 聽說比如說按摩啦 泡熱水啦 先舒緩一下 舒緩它 這些有效嗎 如果是舒緩的話 大家都知道說我們發炎的時候 基本上要用冰敷 可是很奇怪 足底筋膜炎大家都熱敷 那我們要冰敷的時候記得要穿襪子 就是要 那個溫度不要太冰 不要直接碰觸皮膚的溫度 然後你就是穿著襪子 然後讓就是可能就是那個寶特瓶 然後去在上面稍微來回滾動 然後去冰鎮你發炎的那個部位 去冰鎮它減少它的發炎反應 所以去日本逛街不是都會買 那個貼的涼涼嗎 那個就可以稍微有一點點下火嗎 它大概是類似的概念 對 就是我們用一些溫度感 就是低溫的溫度感 去減少那個發炎的反應 對 所以如果說像泡腳 泡腳的話 基本上大家都是直接泡腳 但是如果你是足底筋膜炎 你剛剛提到腳要冰的 可是你的小腿要熱的 就是小腿這邊的肌肉 這樣好難處理喔 你可以這邊包那個熱毛巾 對 這邊包熱毛巾 然後腳底是去滾那個冰桶 對 它就是分開的 對 因為肌肉跟筋分開的 如果要認真在家裡面處理的話 只好這樣對不對 那按摩呢 按摩的話 按摩也是要按摩就是小腿 就是在阿基里斯建這個地方 因為很多人想說腳痛 然後跑去什麼什麼人家 專門按摩店 對 腳底按摩 或者國術館 透過娃娃叫 這種你建議嗎 足底的按摩 如果你是在足底筋膜炎發作期的話 我比較不建議 因為就等於你很像拐到腳 你也不會一直去按它 對 那會很痛 所以基本上發炎的部位 我們要減少太大量的摩擦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是 按摩其他的部位 就是其他也會緊繃的部位 那就OK 所以就是阿基里斯建小腿肚 然後小腿前側這邊 都是可以按摩的 師妹是不是有看過什麼拉筋鞋 我跟你講我已經久病成良醫了 因為我其實我遇到她的時候 是在逛老街的時候 然後老闆開始跟我介紹 她真的是賣木機的店 她說這是拉筋鞋 然後她說你每天只要在上面 站15分鐘會瘦 會瘦 只要站在上面就會瘦 因為拉筋會瘦 我想說我有聽過 一定會啊 然後我有現場說你可以直接站 我跟你講我就現場站上去 我遇到她的時候我就站上去 一站上去我就 就瘦了 超酸的 超酸的 你站站看 但是我跟大家講 為什麼我說我很白目 你可以 但是這個鞋呢 千萬千萬不要穿襪子 站上去 太滑了 對 我曾經穿了襪子 然後整個人就往前面 就噗出去 真的 而且妳姿勢還不正確 妳要站挺 不行 妳不要前傾 不行 妳要站挺 好酸 有重嗎 有重 會超筋的那一種 她把妳那個後腳跟整個 真的假的 因為其實 不能不能弄直 其實我們會主體筋膜研究 就是因為我們小腿的使用過度了 我去復健 我就發現復健的其中一項 就是踩這個 然後它就是在幫助妳拉筋 然後妳要拉小腿的筋 妳讓它舒緩 對啊 然後 所以我後來我就乖乖把它 我本來買了這個 然後就想說 然後害我摔倒 然後我就把它丟在一邊 然後後來主體筋膜研究發現 原來這東西這麼好用 這好東西 但因為我又不看電視的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廚房 就是我比如說在廚房 我要煮東西 弄水 危險吧 沒有 我不走 我就是放在那邊 然後就強迫自己站 就是要找時間去站它 所以你切菜都是這樣 就這樣子 不好意思 我已經練就到 我已經練就到 我可以站得很直了 然後妳是不是就穿得很sacy 也不用 穿得很sacy 妳要穿這個 所以這個拉筋鞋 是個好東西 真的是好東西 OK嗎 拉筋鞋 拉筋板這些東西 它都是用來拉筋的 但是的確要看個人的狀態 對 像這個的話 其實老實說 它的角度是還滿 蠻艱難的 對啊 真的 對 它這個角度是大的 都站不直了 還不艱難 有那種專門的拉筋板 它的角度是可以慢慢調的 哦 對 所以你一開始就是 就直接挑戰到最極限了 這是怎麼辦法 可是這個就等於這樣的狀態 對 因為我們通常 如果要做拉筋板這樣子的伸展的話 我們會從最低 可能大概20度吧 然後一點點而已 20度不就類似前面放一個鉛筆盒 你踩在腳底下車 就是原本要爬向山 誰曉得我們一次就給它 爬到玉山去 這個邏輯 對 他說這個邏輯 對 所以我們就是慢慢 然後你如果說在20度30度這邊 開始已經有一些感覺了 我們不會當天就叫你 馬上去做60度的 對 就是慢慢慢慢 然後因為畢竟拉筋這個東西 它就是筋就是肌肉 肌肉你不能去硬拉 對 所以我們就是循序漸進 所以這個算是 所以這樣子拉筋 就對足底肌膜炎 它是就把它拉開 所以比較不會痛 是吧 其實它拉的位置 我們這裡是腳底 然後這邊它只有一小段 就是阿基里斯劍 然後你會看到 這個筋跟這個筋 它通連在這個骨頭 對 所以我們是透過 這樣子的一個伸展 去間接去拉到 我們的腳底這個地方 對 所以做這一個方向的伸展 都是會有幫助的 那周醫師有更好的建議嗎 對 我介紹大家一個穴道 在外懷到後跟腱的 正中央這凹陷 還有內懷到後跟腱的 一個凹陷 我們就用抓捏提棒的方式 去刺激它 要痛嗎 這樣 酸酸很酸 對 因為我們有些 很多的結晶是在後跟腱 還有後跟腱的地方 有些結晶的乳酸 對一些物質 你不能過度一步去刺激 再給它腳底按摩 我們就用抓捏提棒的方式 刺激它 這好像在抓筋有沒有 對 是 抓筋 這地方抓緊 那除了按穴道以外 那個小腿肚像這個 譬如說這個鞋子 拉筋鞋 還是說我們有什麼什麼 小腿肚的一個運動 也有這種嗎 小腿肚可以 可是用拳頭 我們從夏天開始刺激它 從夏天往上 對 刺激按摩它往下 你會發現 你不要看這邊好像沒什麼 其實每次去給它去弄的時候 很痠 很痛 然後你去讓它循環 對 有氣結 什麼氣結 因為一顆一顆的 其實就是一個循環不良 你去刺激讓它的一個經絡 去自己經絡去找出路 自己的經絡去放鬆 對 所以由夏往上 是 由夏往上會比較好 好 內測 謝謝 謝謝 來 好 那最後要請黃醫師 再幫我們提醒一下 就是說避免竹底筋膜炎 還應該要注意些什麼 竹底筋膜炎發生的時候 在那個發作的當下 有些人他們會用 其他的輔助工具 那如果說你去買鞋墊的話 一樣喔 你在使用上面 要找這種後面有鏤空的 它就是內測是把它支撐起來的 所以你摸的時候 它是比較高硬度的泡棉 然後你腳放上去的時候 你會看到你發炎的地方 它是鏤空的 可是旁邊這邊 對 旁邊這邊它是可以 撐起來 對 所以如果你是在急性 就是很嚴重的 足底筋膜的狀態裡面 你可以去找像這樣子的工具 對 那它有那種一整片的 也有那種單保的 如果你在不痛的狀態 就是你今天已經走一走 比較舒服了 或者你早上一起床 你還沒有踏下去 對 你可以在床邊 或者是辦公室 就是不痛 你可以拉筋一下 對 你可以拉筋一下 拉的方式很簡單 就是坐在床園或者是椅子上 就這樣直接把它拉開 然後我們的腳跟的地方 就是盡量 就是會痛的那個部位 發炎那個部位 不要去碰到地板 就是這些就是小技巧要注意一下 了解 好 剛剛有這個觀眾朋友 已經馬上call in進來了 這種鞋墊哪裡買 市面上其實是找得到的 醫療器材墊是不是 對 都有 老街買不到 老街買不到 拉筋鞋 所以這應該還滿好買的 OK 不難 它有小的跟大的跟整片都有 反正自己去試 對 自己去找 好 所以你看 光是一個腳的問題 其實還滿多的 對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腳要健康才能走萬里路 對 才能走長長久久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